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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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说战争的武装也没必要说是太强 你说何太后 你说贾学 他又能有多大的能力呢 后面的话出了一个周瑜 那么陆讯出来也没人搞他 而且陆讯出来很嚣张 我当时的话是觉得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之前在四小时搞一下陆讯 结果一年早逝 老头跟阎文 其实没必要 叫你这么怀扯这么超红的武将 这么核心里的武将 是完全没有必要前期太过暴露 先藏着再看一看嘛 你有很好的保存 这个自保的能力 这里的话我是觉得吴国有点多 而且没有人限制他 三学的也不少 所以我直接选择亮将了 这里面的话我是藏着 先点开穿心 对啊 这说张震的话 有些朋友用张震的话 是先亮将 这样的话别人就会提防你了 直接穿心 没想到真是一个子丹小香 我继续杀 我继续杀 然后继续杀 直接就是熊翼了 熊翼了 然后把陆讯直接断着藏 然后挂着连斗 突突突突 因为我的穿心是可以连续发动的 所以说我挂上连斗之后 是非常爽 直接把陆讯跟风小香 彻底给砍 给砍死了 结果这个周围逃得不少 结果没有得逞 非常的遗憾 后面的话是输了 因为这盘录像的话 无果挺多的 也是让我判断对了 不过我挺爽的 就是因为我 张人亮将 然后挂连斗 招着这个陆讯跟风小香 突突突突突突突 挂连斗 我今天的话 我做三排录像吧 前面几篇的话 算是一个抛砖隐喻 大家觉得 喜欢看也多看一会儿 不喜欢看的话就跳过 跳过 依然是我的排录像 血压将的话是一个 这个增机配一个 约进的话 我觉得不如一个二章 配一个徐胜 团队作战 而且徐胜兵回合内 才能够有个小制衡 别人杀他的话 是吧 而且能够帮助队友制衡 魏国跟吴国比 你可以选吴国 对吧 那个三国沙 三国沙过战 这个能力拍比 群雄是齐 团阵的话 如果吴国是第一 没人敢说第二 第二个是魏 第三个是输 群雄的话不属于这类队列 群雄的话是 他用这个F4 是吧 就是托 靠 模拟 这是群雄的一个阶段 而且能够发动一个奇效 而且许多的武将的技能 有些bug的 对吧 群雄是 要不怎么说群雄是 好闺蜜呢 对吧 魏国宠人妻 吴国艾罗莉 是吧 蜀汉全士基 那个群雄是 是闺蜜 因为他是三国 这三国家都有的一些特点 融合成一个国家 是吧 选择一个学生 后面的话 这个丁缝孙侧 很厉害啊 是可以双杀的 他如果两个红杀的话 双杀 是能摸两张牌的 很强 很强的武将 孙侧本身就是一个输士类武将 配合丁缝这个双杀 双红杀 能够发动 能够发动 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杀出一个端下跟司马仪来 四二开万键 四二开万键的话 不明绝利啊 我觉得不太像是无果 所以说倒霉了 是吧 有没法亮将 是吧 别乐了 是吧 死了一条 是吧 又是莫为 四二位开完万键之后 就跑 就拖管了 拖管了 五号位继续开 五号位这么开的话 明显不是无果了 如果四号是一个试探性的话 他就 他是雪上加霜了 就刻意为之了 这边基本上这个应该是六号 应该不设位了 灯爱又团了一个田 但是灯爱跟司马仪 我觉得这五号不强 他真是不如孙色跟丁凤 这五号很弱 后面三号像直接亮将 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觉得无果比较多 或者说状态比较差 回血联姻 回血 这我没有看懂 两个无果 如果是我是三号像他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其二位明显是一个跳舞的节奏了 或者是属 或者说是位 他直接砍一个下家 他明显是感觉有三无的情况 是大无果了 所以就赶紧亮将 那我也直接亮将了 不然死无藏身之处 是吧 琉璃匹马 怕司马一偷去 然后 然后杀我对吧 他万一没有杀呢 貂蟬亮将 貂蟬拆一下 这是死路一条了 一砍一离间 我是必死无疑 这时候就看无果有没有桃子了 哇 422 给我一个桃子 422如果是无果的话 打的是非常有问题的 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打的 你说你开一个 开一个A 有什么好处呢对你 所以说无果千万千万不要开A 就是特别是 你两个无果的情况下 你得哪里走 你在开A的话 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限制 比如说教主啊 魏国的开团啊 是吧 一个联动啊 还有朱镕是吧 朱镕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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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镕的核心 爽到优势的 又砍一刀 这好像又救活了我 哎呀 一条狗命又 又救了回来啊 村庄迪分 暂时的话 又这么一再 他这没有什么好 发挥的时候啊 只能这么过了 留点牌 大桥配一个周坦 很好 虽然说牌匠有些问题 但是能够防离间 还是不错的 对吧 两人乐伤 最要是把一个貂蝉乐伤 司马仪最多改一张 他说我们机会 还是大大的 是吧 大大的 古花呗 一个草花 司马仪有吗 没有 古正 漂亮 给他一个青光剑 我留一个伞 给他一个伞 我留青光剑 毕竟方向马上接音了 方向副角没亮 不知道是什么 先解音 鲁肃 漂亮 先换牌 把他们的手牌给破坏掉 让他们最后的机会也没有了 现在司马仪跟貂蝉的话 手牌都非常少 5号被换空了 只看这个7号 7号也是被勒 再继续固正 固不了 我状态又回了起来啊 给这个做上枪 然后冰上貂蝉 冰上貂蝉 冰上貂蝉 砍一刀 这里是有所犹豫 犹豫的 我是想着 多留一点牌 然后移成什么的 但是想到他们也没有什么能力啊 他说冰了貂蝉 两个判定的话 也是限制司马仪的手牌 哇 司马仪现在才改 有点晚了吧同学 5号你不给改 又离间 但这点难不倒我 我有伞的 对不对 哪里走 投吧 司马仪当然能做的事很少很少 他只能是 你看一个无中没有了 他只能是怎么知道 他只能是就是 投一张牌 然后回合内被动判定 他的武将很弱啊 团队夺战的话 他是有太有太被动了 三五国之中 假的这个贾雪 那么贾雪是命远多船啊 死雪的贾雪 心疼贾雪200秒 一秒 深色巅峰短兵 然后就有红沙 我腾 直接带走一个貂山 重创贾雪 直接就是把一个貂山给做掉了 现在他是谁啊 他就是蔡文基 也要把他吃掉啊 这种开团的时候 果断是应该出全力的 结构 满团还没有 好的 乐赏 解刀 漂亮 原位建功 然后乐不思熟 通通乐赏 甭管分为一能不能改啊 先乐赏再说啊 这应该是 呃 大枪的话是 可以了 有时候就配合这个 配合这个二张的一个 就是 这二张是 不是说你配合他 是 你发挥了 完成你自己的一个节奏 之后才配合二张 你不要因为你 你本来你回合该行动的 然后你七一贴牌 让二张给你雇 这你就不对 因为是 如果开团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自己要干什么 要明白自己要干什么 然后定到自己的责任 责任之后 有牌 多一牌才会弃出去 或者说二张你快残了 然后你七个桃子 可以 但你不能 比如说孙孝孝鲁肃 就配合 为了配合二张 然后也不 也不地蒙 也不好施的 然后就七牌过 这完全没必要的 带走一个吕不夹雪 又把这个几号 把这个七号给下逃跑了 下逃跑了 然后我吃个桃子 又活了 怎么着 怎么着 哥们又活了 是吧 要多舒服 有多舒服 这七号故意是无果 说我现阳 你选什么呀 你杀我有过牌 漂亮 打桥太欺负人了 然后就 四五国 你就打一个端S 三马一 还有什么男的吗 后面的话我们几个人 打的比较稳 最后获胜了 挺好的 挺好的 徐胜 徐胜二张 这几个组合 我说的话 主要是因为这个 队友配合都非常好 比如说孙孝孝的一个 你看我们的一个阵容 这个阵容 这其实已经是 大军已定了 森色巾缸 四球武将 四球武将 双红杀 他不缺距离 他让巾缸的武将 让森色的话是 不缺距离 他可以就是 给吴国创造最好的一个输出机会 而且森色又红杀的话 还可以摸两张牌 多好啊 是吧 红杀上刷两张牌 然后九杀 九杀两个一个貂蚕一个家序 太漂亮了 几百两个人彻底重创 当然不重创的话 也行 也行 但是免除后患 大桥鲁苏大桥周泰 一个重创 然后一个马上控制 控制之后的话 森牌过 我又会摸牌 鲁苏还可以递萌 大换牌 补充大桥的跟其他无国的手牌上 一个缺失 是吧 然后你说这个联斗能力 就算正面刚的话 我们也不怕这个端 但是比较惨的是这个七号 七号我记得好像是 孙坚跟太子词 挺倒霉的是吧 挺倒霉的 我们再看几盘录像 再看一盘 再看一盘这个徐胜的 还有一盘录像也挺好看的 我们后面再看 这边的话 录像的话是选择了 阵容的话是三无国 我果断选一个三无 那么肯定选徐胜 选一个徐胜跟孙权 因为这个孙权本身自己有过牌能力 这个有自保能力 这个四张牌 多好 过牌量 每个六张牌多厉害 对吧 配个徐胜的话可能是 多过一张牌 另外在徐胜的话 能够 关键的时候能够提高一个防御 另外团队作战也有能力的 反过孙权的话 真的是小白板 是吧 都用实在是 微乎其微 是吧 乏善可乘 都说甘缝 黄忠的话就不要选了 这个实在是有点挑战 或者能力了 选一个 五国这个 这个阵容就不错 我一直认为这个徐胜能力不错 其实你没有发现啊 这五国就算是加入一个再入的武将 只要能够帮助过牌 哪怕是很小的一张牌 这五国能力 依然是很让人忌惮的 对吧 我也觉得徐胜的加入国战 就比这个 就比这个谁啊 就比这个约剑要强一些 约剑还缺牌啊 人家是回合外制衡啊 多厉害啊 对吧 这位142 然后开五谷风灯 我们摸牌 虽然说我们手牌这辆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是还有摸牌 没有装备了 先拿个伞吧 抢了一个南门 先抢着再说啊 虽然说抢南门的话 不开有点危险 但是至少不要造成危险 对吧 二位挂一个狮子 三号152挂一个扇子 然后继续开南门 你看看 如果继续开的话 这多倒霉啊 是吧 假许 如果再摔一个珠蓉 我干嘛 我什么嘴啊 然后摔一个珠蓉 是吧 假许一个南门 一个乱舞 你能说得了吗 不可能啊 所以说作为五国一定要有这个防A的意识 或者说不开A的这种想 这种意识 一定要有 这个很危险 这很危险 一定要记住啊 有这种居然四位的想法 刮一个燃王盾 燃王盾 燃王盾 一个武器 然后过 这是有效果的感觉啊 这是应该是效果 柱绒干关羽 会不会跟甲区干上呢 不会 算我 觉得我可能不是蜀国 是吧 是蜀国司业要开的 对吧 是蜀国肯定要司业要开这个A的 为蜀国创造优势 为柱绒扫草 给你一个优势 我没开 我肯定不是蜀国 对吧 甚至不是魏国 是吧 就是吴群 呃 采到一些欺辱啊 被这个柱绒 碾压啊 被柱绒伸装备 后面出来灯爱 但是柱绒马上把一个目标集中在甲区身上 但柱绒你就不怕他是教主吗 哥们 柱绒的话也是 怎么说呢 也是左搞右搞 完全没有目标 好吧 越近 越近连杀都扔了 这是什么勇气啊 你就怕甲雪开A吗 甲雪万剑起发开出来 先乱舞 然后再开一个万剑更好一些 我觉得 先乱舞 压着他们手牌 然后再开个乱舞 先乱舞 然后再开A 这样的话你自己摸牌 你先万剑再乱舞的话 你不摸牌的同学 你不合范啊 对吧 我们是没有杀任何人 也没有杀柱绒 柱绒的话也没有杀任何人 直接托管了 加雪田锋 八张牌 九杀柱绒 应该怎么着呢 应该怎么着呢 应该先杀这个八号 知道吗 你看他既然要 要控八号 你为什么不九杀他呢 对吧 他已经没有闪了 这时候你开 这搞掉他多好呀 非得杀个柱绒 没有任何效果 这个九号 这个八号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好人 鲁肃跟一个三小香 很漂亮 这直接就是宣言一个 环牌 杀 却听我最后一眼 这种开团的时候 我的假雪完全没有这种 意识啊 坚军九杀了 还有所犹豫 去杀一个柱绒 双方向鲁肃 有点危险 但是 谁能等我回合了 教主跟 教主跟庞德 教主庞德 没有什么作为啊 我感觉 这乐不思索 乐错了 应该乐下架的 这就是犯到一个错误 就是大国开团 或者马上行动的话 一定要乐马上行动的武将 千万不要乐这个 场上其他的 非势力的中的 比较超纷的武将 一定要乐马上行动的 乐和兵 一定要乐和兵 马上行动的 杀 开团的时候一定要先打开队列 这是最应该注意的 你看这时候 放出一个小胖来 小胖一放拳 朱绒这个 这老虎放出来了 对着夹曲 一顿门啃 虽然说你现在开始什么 这个判悲歌啊 这杯水车心 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的 台湾一附降 也不是什么满屯 剩我们一个手牌 装备啊 我们质量量可以了 这时候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一则帮三小姜 二则的话 调整这些手牌 直衡 漂亮 南蛮不能开 南蛮没什么好处对你 远洋建功 先给小胖 小胖没有什么玩能力 朱绒的话 给他的话 他可能有序牌 有危险 把散个杀扔了 又留够足够的牌 制衡一下手牌 制衡一下 自己没什么好牌 直接就是九杀夹学 带走他 火杀 没成功 过 朱绒关羽 这个群雄现在状态啊 他肯定是要崩的这种 但是他崩 是什么时候崩不好好说 对吧 是吧 这时候肯定要先搞掉一个群雄 但是也有一种提防 这种朱络的一个 一个意识 假许真的犯一个错误啊 先是 他先之前啊 他先之前这个 常人都是凉学的情况下 他是先开乱箭 再快乱舞 这是很 很常见的一个错误啊 你说你没有什么收益 你有什么好处呢 对吧 这个假许啊 对待残血的时候 一定要先乱舞 再开 先压下的血线 然后把他们手牌中的 沙闪消耗掉 然后你再开 那你人头一个两个 两个三个的 那多爽啊 对不对 而且先乱舞的话 他们的血潭压下去 都为我没法卖血 这也很重要啊 对不对 假许不会玩 另外这里的话 他开乱舞 是 假许必死 他没排斥必死 是吧 但算下被愣了 是吧 被愣了 你为什么非得急于这一时 然后开个乱舞呢 提前先把群雄的状态 再次压低呢 有什么好处呢 你是想让数 群雄赢还是让群雄输啊 你是在帮谁啊 有些人就这样 就是他 他觉得自己会和那 反正我死了 我一定要把技能先发挥出去 是吧 比如说假许 就是我先发挥出去 我把技能用了 不然就浪费了 这什么想法呀 然后被双雄给收了 是吧 教主还没排 拍下背个儿 我肯定不能吃菜啊 谁吃菜 谁谁谁是是吧 那啥那啥是吧 一程给他 过一张牌就比不过强 对吧 朱镕关羽能力还是挺强的啊 但跳无懈可击 给孙雄能力 给孙雄能力 给孙雄能力补牌 这时候怎么知道呢 这时候其实五果已经是 最嘲讽最高的了 孙雄香的死因是 无法避免的了 其实我的嘲讽会很低 他们你说 他们回合那次 他们要先干谁呢 肯定要先干了孙雄香 因为之前数过 跟俊雄也没有太多的仇恨 就说这盘的话 孙雄香死也不可避免了 所以孙雄香就是 尽最大能力去 给我找过牌 那我肯定 我是救不了他的 我也是不想救他的 你救他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 他先给我找牌 尽自己能力 然后解音 搞死一个是一个 就活了 小胖不想让他死 火攻一下 还有 漂亮 孙雄香是拼了 解音 过 孙雄香现在是零牌 零牌 满血 嘲讽很高 每人砍一刀就死了 而我的话 是满手牌满装备的 所以说不好打 对吧 其实这时候我不给他移成也行 消耗一下他们也可以啊 其实消耗他们也可以 小胖继续放圈 竹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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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啊 嗯 这个嘲讽问题 这个竹笼 死了之后呢 又是鼠人头了 鼠人头的话 那么就是两群两 两鼠 两群 两群 两群两鼠的话 怎么说呢 两群两鼠的话呢 我又安全了 那么就限制蜀国 但是不要限制太狠 因为蜀国他有嘲讽 是吧 所以就是玩国战这种 当然我运气是好的 因为我是毒苗 我本身能力又强 是吧 所以说我这参与是已经是 进决赛也是稳定的了 虽然想死了 我也没必要去救啊 救他没意义 现在已经是另外一个阶段了 现在就是群属大战了 群大战了 看蔡文鸡打谁 蔡文鸡打谁 我又不打谁 他打小胖我打猪龙 互相限制一个 猪龙现在状态很好 四张牌 可杀可拼点 远交蔡文鸡 因为教主已经是死人一个了 先制衡 先顺有欠阳 限制他手牌 最后再决斗 无中生有 你看咱这能力 眼睛数过几条街 然后决斗他 对吧 杀 先向好你的手牌 最后再决斗你 这样把手的状态压低 那么朱镕的话 现在没有选择 肯定先搞教主 教主已经是一斜了 肯定先搞他呀 对吧 你看他也搞教主了吧 他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他搞掉教主的话 那么我跟蔡文鸡单挑两个手 那肯定是手拿把断 对吧 小胖被翻了 被放拳 然后被兵 被兵没法动 然后放拳给朱镕 朱镕继续收一个教主 也是他 他也是不怕教主有闪 有这个黑套啊 人也是拼了 说我现在状态被压手牌没有了 但是状态还是可以的 太文鸡压制小胖 讨论万箭齐发 闪 太文鸡是直接是 就是我不 我的人啊 不能被你收掉 被他收掉 反正我先收掉吧 对吧 这句话是果断 直接就是先收掉流产 收掉流产 直接去盘局了 这时候他们如果 你留着 你留着杀太文鸡的话 他们肯定联盟去搞我了 先搞掉一个 现在他们能力不行了 先搞到一个再说 直接建设整个一位一位一位 我筹很高的 你以为他们会让我活吗 你以为我实在 把这个猪龙压低了 你以为现在还数人数吗 就不是了 现在是一个 属我最强 是吧 而太文鸡没有什么能力希望了 他肯定会极力的破坏 我真正对手是猪龙 现在是三人局的话 你说这个猪龙跟太文鸡 就不会站在一块吗 肯定会的 我肯定要先搞掉猪龙 然后再搞掉太文鸡 但是取决于我是否能摸到那么 有能力的排 另外的话 他们是否够倒霉 被我很快打趴下 中文铁锁连上我跟他 亮好太文鸡不能让他动 团鸡也开起来 这时候我有点着急了 因为我觉得 太文鸡活起来 这种而为两个人一起行动的话 他们过拍肯定比我高 而且太文鸡肤量没亮 我处于围攻决策 可能让别人鱼翁得利 这里犯一个错 就是拿一个铁锁 本来一个解开自己 连上太文鸡的 然后火杀他们 做好 然后自己脑筋 脑子一热 其实治衡了 手残 大家就是 但是多注意啊 无中胜有 知己之笔 不看无中胜有 漂亮 一代牢 挑战手牌 把闪电跟闪扔了 青蛙剑 杀朱镕 要以他的状态 让他少摸摆牌 太文鸡 过 勒布斯蜀 拉上朱镕 拉太文鸡 朱镕的话能剁得很少 他只能就是 杀一刀 砍一刀 无所谓了 移成 闪 对 移成最大好处是 先摸牌 然后再棋牌 先棋牌 再摸牌 哪一步合算了 这里面 直接就是 直接九杀了 没有 没有杀 还想再过一轮等 有一个火杀 这时候如果继续 太文鸡不死的话 当时我已经抱进心心了 先带走这个太文鸡 当然当时还是有我朋友 没有知道我 没有朋友知道 我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行为 太多的能影响 拍录像 其实之前我应该直接收掉太文鸡的 但是 考虑到朱镕的话 情况也没有收 现在直接先收掉了 太文鸡这货 夜长梦多 他藏着富将 我超碰高 他们打我一个 我肯定会让他们于公得利的 不如我先收了一个再说 剩下来只剩一个循胜跟孙权了 你说 我剩下多少呢 依然不行 依然很高 没办法 这时候 我一个单学生 单挑一个朱镕跟关羽 关而已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嗯 被踢走连着还不能 不能杀他 而且朱镕杀我一刀 我如果闪不了的话 他可能 搬我的牌 逃到可能被搬了 对吧 移成先移成 漂亮 先过一张牌 闪 其实你想想 这个徐胜那个移成 有点不太公平 为什么我杀你的时候 你还要摸一张牌呢 对吧 虽然说你摸一气 摸一气 但也是不公平 对吧 我才发现这个 关羽的名字是三号位的敌人 幸好不是三号位 我是五号位 拼点 稍微快一下节奏吧 后面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失误了 主要我本身能力够强 另外的话 本身够帅 发挥自己的 百分之0.001的能力 然后把它轻头秒掉 这是运气 这是人品 难以抗拒 我都习惯了 然后我都习惯了 命运时 上天 上天就让我 有所 就这样 实在是 无可抗拒 这里 听我朋友说的 留了两个顺 留了两个顺 之后的话 找个过差 这时候祝隆文 却奈何不了我 他只能靠杀 他 蜀国 他摸派团里 那有几个呢 你看这个派图像 他也没摸到一个锦囊 只有杀 只有杀 和装备 而我呢 源源不断 杀移成 尽管 尽管 给他一个五 还没成功 你看 过拆 漂亮 是用千阳 八怪 手牌 杀 八怪 好的 买一些买装备 十闪 闪 允许有点差 顺 顺 燃光盾 然后砍一刀 漂亮 拆了他马 有压力他一一血线 不怕死 就尽管放马过来 允许不好 还一扒 我去 太疼了 这时候就比较成功 比较舒服了 拐平板 防 顺 就是什么过马是有用的 带牧匠 闪 漂亮 远央进攻 以带牢 漂亮 运气非常不错 关键兽来过一个勒 掩抵状态之后 又给他来一个勒 九杀 漂亮 所以带牢又注重关羽 十五国 就是这么弱 好的 本期录像到远处了 仅仅半个小时了 本来还想做一盘司马仪的 但是只能等待下一期录像了 最近的话 状态还不错 也挺有时间的 那么明后天的话 还会更新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多关注我的视频更新 拜拜 拜拜 再见